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台北市环山区三面环山 拥有丰富的山林生态与平原田野风光 还有文明全台的茶叶竹笋等农特产品 7月15号起将联办四场台北猫空茶会 邀请国内外游客来一趟文山小旅行 细细品味台北城南的另一种魅力 跟着笋龙的脚步走进竹林小径 我们的目标是夏天的保湿绿竹笋 看到头了 在挖掘中笋间慢慢露出 怎么快速找出有竹笋的地方 有竹笋达人称号的老权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周良全 效说跟办案一样要先发现蛛丝马迹 看笋虫上面的裂缝 它裂缝底下如果有竹笋的话 它裂缝会成网状 蜘蛛网状 不是单一 它是会不规则的好几个条纹的 底下一定会有竹笋 到了差不多了 发现竹笋位置后 如何切才能完整取出竹笋 也有诀窍 像这样子最肥大的地方是在这边 我们再往上一点 往上一点下刀 直直切下去 随着清脆的声音 在笋笋指导下 台北市官传播局长陈淑慧 亲手采摘竹笋 直说笋笋真的很辛苦 其实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采竹笋要一大早 大家在睡觉的时候 它就要采了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辛苦 又要力气 这也是台北市老泉里 离台北市区只有20分钟的车程 是台北重要的竹笋产地 产季从4月到10月长达6个月 曾连续6年拿下绿竹笋评件冠军 老泉里长周梁富透露 种出冠军笋的秘诀 老泉里的农民都还是延续着 我们最古老的方法 用有机无毒 我们的有机肥是用我们的那个黄豆 一包900块的黄豆下去做有机肥 所以它的竹笋会甜嫩 跟外面食堂的不一样 还有特别它的笋子的香味 白天休息夜里摸黑柴笋 除了新鲜外 笋笋更坚持的是对消费者的信用 我们都是现花现卖 对现材现卖 对直接到市场人家都已经订走了 不然就是之前两三天 人家都已经先预定了 所以一定要现花 这是信用的问题 刚出土的竹笋现场剥壳直接品尝 又脆又甜真的好吃 又脆又甜 嗯 真的好吃 只有在这里啊 绿竹笋还可以入菜 除了自家招牌的酱笋 老权里长周梁富特别亲主厨 用绿竹笋 麻竹笋 田龙笋及绿壳笋 这四种竹笋做出竹笋大餐 证明不管是哪种竹笋 都可以变身成美味佳肴 弯弯的那种要吃原味 就是要用最原始的方法 就是凉笋 就不用其他的调味料 如果直直的那种 就是没那么漂亮的竹笋 就可以做成 你就用其他的味道 去压他的苦味 对 这样就很好吃了 因为我们在市面上看到 麻竹笋应该可以什么料理 田龙笋 是煮汤也好 炒也好 还是我们的乌克力 也可以卤 也可以炒 也可以煮汤 可以多元化 镜头转到猫空 青年茶师张桓硕 正在示范如何泡出一壶好茶 包括放入壶内的茶叶分量 及水温掌控都是关键 生茶像包种茶 我们这边比较出名的 那包种茶的话 我们建议会放茶壶的五到六分买 对 因为它是条状茶 它不会膨胀的太明显 像清发酵的茶我们建议大概 八十五到九十步左右 对 那收茶的话 像铁观音我们建议用滚备水 大概一百步左右 我们的第一号的是 张桓硕泡的是文山区最有名的包种茶 猫空地区因为地形气候适宜 一百多年前就从大陆引进茶树种植 除了清新有花香的文山包种茶外 充满猴韻的铁观音茶也很受欢迎 铁观音的话也是我们猫空地区比较有名的茶 那它是跟一般其他茶种差别 它在有团楼这个部分 对 那它有带手果香 还有它特殊的观音韵 它比较着重在猴韵的部分 不只有好茶 猫空还拥有环境优美的步道 视野辽阔的山林美景 加上子兰宫等百年庙宇 观光资源丰富多元 地方因此特别培训出一批导览人员 希望让游客人更深入认识猫空之美 到一个地方旅游呢 一个解说是一个灵魂人物 可以把这个地方解说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这里呢 我们在地培训很多我们在地的导览人员 那我们都经过老师的受训 我们也都有解说的征照 所以有大概有十几位 二十位的解说人员都可以 把我们这个地方讲得非常的好 也可以带领大家来享受 我们这里美好的空气跟美景 不管是在老泉里探寻绿珠村产地 品尝珠笋大餐 还是到猫空茶坊泡茶吃茶点赏美景 老少咸宁动静皆好玩的旅游新亮点 很获国旅业者肯定 我们大家台北市以前都认为说 只有阳明山是后花园 那其实在猫空这个地方 在近几年来 我们台北观传局这边在推动 三猫整个活动的内容里面 其实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三猫这边有相当多的物产 人文以及非常多的自然景观 那台北大宗族也是我们目前台北市 在这边非常棒的一个登山景点 所以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旅行业者 或是我们所有的旅人 可以再多看一下我们台北 这块非常棒的一个地点 加上全台路线最长的猫空缆车 及平常不对外开放的猫缆储车区 台北市观望传播局长成熟会期盼 与在地里长农民和业者共同努力 邀请游客透过多种沉浸式产业活动 体验三猫旅游魅力 有很棒的农产品 那加上它这里其实 不管是台北大宗族的第七段 那另外还有很多的步道 可以让你登高望远 从这里很容易就看到101台北市区 那另外还有很棒的 我们讲跟文化有关的 指南宫 中顺庙还有幽人神谷 那这些地方其实都是旅行者的天堂 那小朋友又可以到动物园 所以木炸这里就是一个人文会萃 而且又是好吃 大家就看到了绿竹神 那好玩的地方 所以欢迎大家抽空 尤其夏天夏日炎炎 有点走到山上温度降个几度 让大家澄清气皮 是非常棒的体验 观传局方面表示 今年7月到8月登场的台北猫空茶会 有别于以往活动 将由在地茶人带领民众学习专业泡茶技巧 还有以茶入味的私房手做甜点 邀请国人趁着暑假 安排一趟深入大山猫地区的秘境探访之旅 感受前所未见的台北城南风情 有许多民众规划出国 但各国家的气候环境及卫生条件 都不一样有不同的疾病风险 台北市卫生局就提醒民众 可以在出国前两周到四周 安排旅游医学门诊咨询 随着疫情解封及暑假到来 许多民众规划出国 为降低疫病感染风险 卫生局建议民众可在出国前二到四周 安排旅游医学门诊咨询 而目前总共有五家医院 设有旅游医学门诊 可提供个别化的咨询服务 我们讲究的是个人全面全人化 那会依照每个人的状况 去的区域量身打造 那去哪里需要什么疫苗 当地的疫情 那还有一些工作上或者是 留学上需要的表格 我们都可以帮忙填写 那至于如果万幸病的病患 我们也可以根据他的状况 那会诊不同的特别 在他回国之后再看看他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提到的旅游的疫苗 最常见的这张小黄卡 大家应该不陌生 在COVID-19之后只要出国 邮政都需要纸本的小黄卡 那因为台北市政府努力 我们现在有线上版 那但是有一些国家 依旧需要出示纸本 以及黄热病的疫苗 现在是需要以纸本的方式呈现的 所以在去许多 有黄热病盛行的国家 还是需要这张疫苗 证明书的开令 王俊奇医师建议 民众出国前可准备旅游健康包 包含检疫医疗用品 持慢性病连续处方签者 如预计出国超过一个月 可评机票等证明文件 多领一个月的药物 然后在出国前 我们也会建议说 根据去的地方不同 要有自备的旅游健康包 因为在当地就医 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那例如说 如果去日本的话 实际上我可以供啊 纱布啊 这些他们调装店 次处林立 就没有需要 一定要期待 那如果需要的是一些 摊炎的过程 或者是登山的行程 那我们就会建议 要需要一些外商 的药物 那最常见的大概就是一些 感冒药啊 止咳啊 止痛药 然后以及退消药 也会根据每个人的状况不同 我们可以来做旅游健康包的那个 分类以及建议 在出国旅游呢 有几件事情要注意 在出国之前 建议可以到 疾管区的网页 查询旅游地 有哪一些疫情资讯以及建议 那如果说可能要到这个比较陌生的地方 比如说非洲 那或是旅游地 你不晓得有哪一些风险 那是不是要接种预防针或是有些预防性的用药 就可以到我们旅游医学门诊来做咨询准备 那在旅游中呢 包括在国外航班上 那或是在游轮上呢 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那要特别了解可能的风险 比如说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措施 包括戴口罩 那或是做好防蚊的措施 那同时呢 也要做好这个饮食 卫生 那跟相关的这个风险 像不要接触寻鸟 或是野生动物 卫生局提醒民众 在飞航途中及出国期间 仍需留意卫生及健康问题 回国后21日内 如出现发烧 腹泻皮肤出诊等相关症状 请进宿就医 并告知医师旅游史及接触史 作为整治参考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台北市大同区公所 在大道城导演的豆花店 举办112年人口政策宣导活动 即暑期儿童影像记录学习营 16位学童从学习填调 脚本拍摄录音剪辑 完整的体验拍片流程 历经5天充实又丰富的应对生活 它是一种弧形的方式移动 弧形的方式移动 它的人一直都在这个镜头里面 在导演的豆花店里 参与营队的学童 专注的聆听和明睿导演 介绍摄影基本概念 一步步学习如何操作相机 使用脚架运镜 以及如何架灯 架摄影器材 帮受访者别麦克风 还有影像构图教学 访问技巧示范等 让小学员们完整的经历一场 专业的纪录片访谈流程 并透过影像拍摄 剪辑方法与技巧 学习如何利用影像来说故事 活动中有学员 因为想把拉大提琴的画面拍好 而报名参加营队 导演便借机把灯具 摄影器材镜头搬出来 示范打光及摄影技巧使用 直接让演奏现场变成摄影棚 活动还邀请叶伦慧老师与诗剑仁老师 带领学童走读大稻城 来场深度的文化之旅 除了认识大稻城之外 对孩子来说也是田野调查的练习 而纸意大师洪新富老师 也来到豆花店 将日常唾手可得的纸张 幻化成各式各样的动物和玩具 导演的豆花店何明睿导演 为实践与齐柏林导演 生前许下你在天上飞 我在地上跑的约定 便透过豆花的饮食体验教学 再由影像记录学习营 培育影像记录人才 以动态的方式诉说每一个在地故事 活动同时宣传 市府智力人才及新著名二代 培力展能 大同区公所表示 希望借由活动展现市府及区公所 对于青少年学童的关注与承诺 营造充满机会和活力的城市环境 让青少年学童都能培养 自己的梦想和兴趣 建构人生目标 努力实现自我 谢谢大同区公所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台北市政府市长与里长有约 第六场来到中山区 总共有16个提案 市长蒋万安与相关局处一一回应 针对地方有南大安北荣兴的想法 市长蒋万安指出 目前文化局正整合公园处产业局 希望打造荣兴花园的音乐祭 一进会场 市长蒋万安便与每一位里长热情握手打招呼 紧接着便开始进行座谈 金泰里里长邮敬毅建议 敬业四路与乐群三路交叉口 公有平面停车场 改建成复合式停车场 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其实我想不止在我们邮敬毅里长这边 或中山区台北市各地 都有一些闲置的空间 不管是室友的土地建物宿舍导旧 各地方也都有需求 需要长照图书馆公托公佑等等 我们上任之后 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更有效率的配置 所以我们成立了室友资产供需整合小组 由秘书长当召集人 然后整合所有的闲置空间 包括161里面这个原本的停车空间 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一个多目标的大轮 所以第一 也请公所这边就提案 送到我们的审议小组里面 由秘书长召集各局处 第二 未来的方向 我觉得很重要 一个是要看 未来五年十年的需求 不是看现在 看现在其实不准 现在可能讲 没有这样的停车需求 这里小家庭不够 不够多 我们不需要公多 不是 我们要做一个长远的规划 第二 也是要看 也要聆听在地的心声和需求 到底在地的乡亲表示 里长的意见就很重要 所以我们会朝这两个方向来做规划 所以我们上到这个平台以后 也会持续请里长提供意见 希望未来我们到底要放什么样的服务进来 才满足地方的需求 永安里里长唐凯汉提案 要求市府沿拟科技执法进入巷弄 蒋万安在听取警察局意见后表示 科技执法有其限制与必要条件 市府会再进行评估 我想一开始是希望 先让这些违规的这些民众 对他们产生一些 含着的效果 就让他们了解到 所以警察会来 在特别热时段尖锋事件 我们来执法 当然我们也 以太过分加重警察负担为前提 来进行 先劝导 然后劝导父亲我们再来开单 那第三 我想我也会请 包括我们交工局 交工处等 来去看看当地 还可以做什么样的规划 多管齐下的方式 不管是路行的规划 标识等等 就是希望在下课的时候 因为那边有很多的安清班 了解或补习班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先透过这样的方式 先来改善 每一次在安清班 补习班下课时候 很多家长会有接送 违规停车的行刑 那保持向道的长通 因为它是补习班 所以不是学校 我们也没办法 划设这个接送区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通过多元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这一案 我们请检察局 加强执法 交工处这边 去现场实际了解 看还可以透过 什么样设计规划的方式来进行 好 那我们这一案就先列管 三个月 中原里里长罗崇华提案 表示仁德公园 所重数目和更并严重 是否应进行全面检测 蒋湾指示 公园处要找出防治方法 彻底解决问题 其实里长都很了解 因为他们在第一线 照顾公园 其实看了很多 那先看罗里朗这边 公园处这边 会先救人的公园 我知道到7月中 我先完成土壤的改良 然后后续 好像等秋凉的时候 会种新的树 当然这可能就需要时间 那第二个罗里朗希望的是 有没有一个能够治本 而不是只是治标的方法 那公园处刚刚有讲到 就是说这当然 我们是透过米格鲁 等等各种方式 那还是请公园处 要想一个方法 三个月的时间 你们去邀请专家学者 包括 我知道你们好像也有 跟台大的团队合作啊等等 或是参考国外的做法 然后也去聆听里长们 实际在处理他们了解 或是他们处理过的经验 来参考 就台北市各区贺更病的问题 到底我们怎么解决 我不要说今天好 你说好 我们重新住 小树 然后等个五年 五年没等到 然后又有贺更病发生 又重新来一次 所以这个请公园处 三个月时间 去好好研议一个方案出来 来根本的解决贺更病的问题 另外地方有南大安 北荣兴想法 蒋湾表示 目前文化局正整合公园处 产业局 希望打造荣兴花园音乐祭 举办地方活动 建立市集 萤火虫保育等生态活动 成为另一个市民朋友 日常游戏的好去处 另外对于关系着中山区未来发展的 一宾拆除案 蒋湾表示 一宾确定会在明年春节前后就会拆除 后续用途有一些考量 但目前相关计划都还没有确定 仍需整体规划评估 记者领袭会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台北市政府持续推广台北友善店家服务 除了新增多项友善服务项目外 各邀请创作歌手魏佳莹 为友善店家创作主题曲 另外延续台北友故事主题 还有七场次的体验小旅行 创作歌手魏佳莹亲自唱出自己创作的歌曲 这是台北友善店家主题曲 已经在台北市居住多年的魏佳莹说 自己真的很喜欢台北 泡在台北超过24 没有 我就住在台北 有没有什么特别去截取灵感的方式呢 因为其实我在台北也住了好几年了 但就是那时候刚搬上来的时候 然后朋友都会担心我 想说问我会不会不适应或不习惯 然后我想说 我好像绝对蛮好的 没有这个问题 对 而且很喜欢台北 我还有就是早上嘛 然后你好就是 白天的时候 白天才可以用 对对对 晚上是要用 跟班牙 与魏佳莹联手拍摄外语宣导片的网红 伊库老师也分享自己与友人在台北店家消费的经验 直呼台北市真是太友善了 那个时候是现在我的朋友第一次来台湾 然后呢来到台湾嘛 然后想要让他说刚刚一点点中文 然后练习 但是呢没办法 因为大家都会用日文 全部都是日文来回答 所以你没办法用错 没办法练习 完全没办法 老师刚刚要准备一下音乐的 在歌词填空游戏中 俏皮跳着时下最夯的花朵舞 台北市副市长林毅华期盼 透过让人狼狼上口的主题曲 加上多国语言的短影音 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 到台北体验友善城市魅力 因为我们台北市的观光呢 跟消费我们的诉求的对象 不是只有台湾本身的旅客 而是呢是国际友人 所以特别特别伊库老师 我们希望拍国外外国的一个语言 能来宣传台北 让大家认识台北 也希望能够来台北来旅行 那另外呢魏佳莹的部分 他年轻人啊 创作一首歌曲 来当做我们的主题曲 这个主题曲也希望能够 未来我们都用这首歌来当过主题曲 让大家认识台北的友善 因应国门开放 已经吸引超过700家店家加入的台北友善店家服务 目前包括有英日韩外语友善 行动装置充电 穆斯林友善等共15项友善服务项目 未来还将加入高龄友善及私自友善 让服务更全面 未来我们还会做高龄友善跟私自友善这一块 把它加进去 让我们社区 让我们的邻里周遭 能够感受到我们店家的一个诚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最重要是我们把我们的商圈推展出去 推销出去 让国际以及国内的各个地方的人士 都能希望喜欢来到我们台北市 这是我们尽最大的力量 除了延续台北友故事主题 规划七场次 带领民众走访西门中山 大道城市林万华及民生社区六处特色商圈的 友善店家小旅行外 即日起到8月14日 更推出友我代理走创意活动 民众使用店家优惠券或友好金进行消费 还有机会抽到万元友好金 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台北友善店家的网站 就今年参与的所有的店家的 我们店家所有的名号 然后大家可以去里面玩趣味的小游戏 完了之后 应该就可以得到优待券 或是有200元的友好金 然后之后你就拿着优待券跟友好金 你如果再去我们的友善店家 就这200多家去消费的时候 可以怎么样 可以抽100块以上的友好金 可以抽1万元以上的友好金 或有很多的家电产品 总共算不多 就36万 但就让大家一起来 透过这样的过程之中 来让大家更多的店家 来认同这样一个友善的概念 林毅华强调台北市 不只有丰富多元的特色景点 还有热情好客的店家服务 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台北这座城市的友善魅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设计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为了要减轻家长的负担 台美市长蒋文安宣布8月起 台美市政府将推动私幼教育辅助差额补助方案 一学年最高补助五万两千元 小朋友同言同语地问台北市长蒋文安 有没有玩过纸飞机引起现场欢笑声 为了营造友善学习环境 身为三宝爸的蒋文安宣布 今年8月起北市府将推动私幼教育辅助差额补助方案 补助家中有就读私立幼儿园两岁到四岁幼儿的家庭 希望减轻家长负担 也就是对于我们两到四岁 还有父母一方设计在台北市 然后所得在20%以下 我们就会给予一年最高私立幼儿园的补助 一学期是两万六 一年就会有五万二 所以叫五二零宝贝我爱你 那最重要就是希望能够减轻爸爸妈妈的负担 营造一个更友善的幼儿学习环境 台北市教育局长汤志明进一步说明 申请补助条件及补助金额 将分三个等级 最高每一学期补助两万六千元 一学年补助五万两千元 如果一个预会员收费是七二七六以下的话 他就会也月收费减五千元 然后再乘以家保服务月 那第二级就是七二七七到一一二七六 那这个等级呢 就一例都是补助一三六六零 那第三个等级的收费呢 更高的就是一一二七七以上的话 从月收费这个额度减五千 再减四千乘以家保服务月 就是他可以领的钱 但是如果他的这个领的钱呢 超过两万六的话 那他就会最多只能补助到两万六 在小朋友教导下 蒋湾与教育局长汤志明 也在校园户外实际体验设见乐趣 为了让小朋友从学中玩玩中学 台北市政府也将成立幼儿Steam创施中心 希望透过课程设计与教材使用 让年纪较小的学童在游戏中慢慢训练思考 为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Steam就是包括科学科技 还有艺术工程数学 这几项 其实不要讲说这些很深 其实现在很多的课程设计 教材的使用 其实是可以很适合这些年轻 非常小的小小孩子 让他们在游戏当中 慢慢的训练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向 慢慢的学习奠定好的基础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培养 更具竞争力的人才 教育局长汤志明表示 Steam教育精神就在鼓励学生动手做 在过程中通过跨领域探究学习 幼儿Steam创施中心将设立在新生国小 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竣工落成 目标希望每年可以培训30名种子教师 必须要有一个中心来做这个案子推动 课程研发 还有做私培 让老师们可以到这边来学习 晚来又可以带回去 甚至有一些教育教育 他也可以从这边来借 然后再带回去 他们也可以把小朋友带来这边来 做一些探索了解 这是我们中心成立的过程 我们希望能够在明年度 能够开始能够每一年培训 大概30名的种子教师 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我们的研所希望这个基地研所 也能够达到20个研 另外针对日前新北市幼儿园 胃药事件引发家长恐慌 讲完重申 台北市第一时间已经针对 辖区幼儿园进行清查 目前并没有发现不当用药的情况 为了让家长放心 台北市开放联合医院五个院区 进行公费抽携检验 未来也会和药市公会合作 办理用药安全研习 希望建立原方与家长间的互信 台北市政府第一时间 我们也对于所下管 所有的幼儿园进行了全面的清查 那并没有发现有不当用药的情形 但是为了降低爸爸妈妈的担忧 我们也开放联谊五个院区 让有需要 有疑虑的把妈妈能够免费抽血 进行检验 同时我们也跟民间包括台北市 药市公会合作 我们会提出用药安全的研习 我想等等这些其实就是希望 能够建立包括校方 包括园区 包括家长之间的互信 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 角婉安也再次感谢台北市所有幼儿园教保服务人员的付出 让孩子们能健康快的长大 台北市政府会做所有教保人员最坚强的后盾 也希望打造友善育儿环境 让家长安心 因为我自己三个孩子 也都是靠教保人员协助帮忙照顾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的辛劳 我想真的是 给予最大的肯定 也因为我们教保人员的爱心 细心 还有耐心 才能让我们孩子们 能够在一个安全 而且舒适的环境能够学习 我想这一点 今天来就是表达 我们对教保人员最温暖的力量 最大的支持 所以我们绝对 做所有教保人员最坚强的后盾 据了解台北市市立幼儿元素超过500件 北市府期盼 透过私幼学费补助减轻家长负担 让年轻夫妻愿意生育儿女 因应人口逐渐下滑的国安问题 记者欧宇军张启腾 台北采访报道 世新大学为来要提升运动选手的安全 与卫福部台北医院签订医疗结盟 提供世新选手们专属的绿色通道 透过及时与有效的医疗介入 减少运动员的伤害 提高运动表现 共同守护选手们的健康安全 熟练的高举抛接 结合体操舞蹈动作 世新大学啦啦队精湛的演出 背后是每一位队员努力练习的成果 但训练及比赛过程 难免产生运动伤害 为了守护运动选手们的安全与健康 世新大学校长陈清禾 与卫福部台北医院院长郑顺平 签署医疗结盟 将由台北医院提供世新大学选手们 专属的绿色通道 透过及时有效的医疗介入 减少运动员的伤害 提高运动表现 推动运动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赛事 是世新大学一向以来 非常非常重视的事情 今天这个场合呢 是我们希望把我们的球队 跟我们的体育的选手 能够结合我们的台北医院 在给我们协助 不管在这个医疗或者是体育的一些 这个身体的一些保养之类的 那我想这些呢 都是我们在世新大学 照顾学生的一个概念之下所形成 非常高兴有机会跟 世新大学等于是强强联手 在运动医学中心主要是有骨科 附健科 我们还有中医 来提供完善的一个医疗的照顾 会根据选手的一个需要 我们会有最先进的一个设备 在第一时间 你不用到医院看诊以后 你可能还要再等待安排 超音波检查核磁共振 可能要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以后 我们目前基本上都是 立即就可以提供给选手 最正确的一个诊断 那接下来就能提供最好的一个治疗 那除了医师以外 未来我们还同时会结合 包含运动营养 运动心理 那借着这样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合作 希望能提供选手最全方位的一个照顾 世新大学在运动领域连年闯出佳击 不仅篮女篮球队连续三年闯入四强赛 足球 羽球 棒球及拉拉队 也都在各项赛事中获得亮眼成绩 在世新大学与台北医院强强联手 提供专业的医疗照护 也将成为世新选手们 在运动场上最有力的后盾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导 捷运环撞线南环段工程 在跨出重要的一步 南环段CF670A区段 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台北市长蒋万安及各界贵宾 都到场祈福 派圆满完工创造更多商机 第二盘动土吉祥 欣欣向荣 圆满平安 谢谢各位长官欢迎给你掌声祝福 台北市市长蒋万安 和交通部立委议员和相关单位贵宾 一产两产三产 宣布南环段CF670A区段 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这是捷运环撞线南环段重要一步 南环段全线通车后 由政大校园生活圈前往公管商圈 搭车时间大幅缩短 大平临和板桥站到动物园的车程 也缩短一半时间 为北市动物园以日游创造更大的旅游商机 现在来讲的话 木栅很集结人多的地方 木栅路 木星路 基本上没有捷印到的地方 那在我们不断的催促 那这个要总算 总算在这个 蒋市长很快的 上台两个月左右 他就把它能够来 标出去了 在 在过去 这个科市长的时候 标了八次都标不出去 因为原物料上涨 因为劳工的缺乏 所以都没办法标出去 蒋市长这次上来 用他的魄力 而且找到对的方向 找的是大陆工程 品质非常好的 先标一半段 后半段还要追加预算 追加预算就是我来要求他 而且我会要求中央 就我们中央政府 这个要主席总处 留一部分的钱来给他 他最重要的一个动作 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 他可以连到新北市 还可以连到信尼这边 信尼区 所以整个来讲就变成说 新北市的三环三线 跟台北市的整个环线 整个就连起来 这个叫大台北的计划 这一段非常的重要 这段通 其实今天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一通的话 以后大概七年后 大概要盖七年 七年后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捷运 整个是全部都连起来 台北新北都连起来 以环庄线来说 最主要是南环 那往新店方向 或者是甚至到板桥方向 对当地里面来说 居民来说都是很便利的 一条捷运线 那甚至我们如果说到板桥那边 衔接到陶捷 那边也都是很方便的转接点 对 南环段日后完工 提供新北市新店 中和板桥等区的游客 更便利抵达动物园 也增加政大校园生活圈 对外连同方式 我想南北环段 不只是将我们的网络 而监运网络向上提升 更加的辩解 闻山区 位处台北市最南端 又临山边 长期以来连外的交通是在12个行车局面 相对来讲比较不方便 85年我们有物诈线 当时刚好是我这个隔年进入大学 到政大念书 我也算是捷运一开始的社会 那时候的确坐捷运物诈线到动物园 然后转公车坐到政大去 那时候我就在想 会不会有一天 我们政大可以设立一个捷运站 哇 等了很久 也还好在五年前 然后一下二十几年前 哈哈哈哈 所以那时候就很期待 我们的捷运网络 是不是可以更加的严密便捷 那我想 今天看到我们南北环段 终于太空动作这个区段 我想大家等了很久 那同时 今天来到这边我看到这里 包括未来会有两个地下站 东园站 正大校园生活圈站 我想这么多文山区的里长在这里 也谢谢里长们 一直以来为我们乡亲地方来争取更便捷的交通 我想不只是让在地民众可以享受到便利交通 我想未来带动整个文山区的发展 引进来的商机 我想更是无限 更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想未来 这整个县地下道 是走地下 经费非常高 而接下来后续的施工 也会需要在地的乡亲 大家共体时间 会造成一些生活上的不便 但是这些都是迎接未来 更便利更美好生活 必须经过的 所以也请我们每一位里长多多包含 也帮忙协调沟通 我想未来这里的发展 我们可以想象会完全的不一样 我们迎来的是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 那在这边也宣传一下 我们马上应该是后天6月15号 我们基北北桃四县市120的月票 就要开始预售 7月1号就要正式上路 也请大家帮忙宣传 我想这对所有通勤通玄的族群 都是一大福利 捷运局表示首都环庄线日后 将串联目前已引论的7条捷运路线 并和其中14座车站与捷运轻轨 台铁高铁集结交汇转程 缩短通勤及旅行时间 也扩大居民的生活半途 让双倍各区均衡发展 记者问郡台北不到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处 两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连续举办12年的海洋教育暑期 影队刚推出变额满 还吸引了外线市的学生参加 今年以海运小达人为主题 三天的活动分别在扬米海洋文化艺术馆 海洋大学以及海科馆登场 孩子们体验各式的海洋职业 打破学习框架成为海运小达人 进入操船模拟室 眼见外头阵狂风暴雨 这个船舱距离广动 想要当船长切勿惊慌失措 要把船安全的驶向目的地 我们会在上面先规划我们要走的航线 你大概什么时候要转换你要先知道 所以你要先规划你的航线 孩子们听着老师讲解 了解船只运行的过程 模拟自己当船长将船安全驶出港口 迈向大洋洲 好大家再忍一下 现在大概有到九级风了 连半12年的海洋营队 今年以海运小达人为主轴 第一天先到扬米海洋文化艺术馆 了解海运人员的职业种类与工作项目 第二天的课程活动地点 在海洋大学体验操船模拟机 及航海节的起源 第三天的课程活动 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参观海洋直探基地与海巡舰艇 并安排搭乘方舟一号出海体验 及参观海科智能馆 我们希望经由这三天的课程 让同学们知道有许多的海洋职业 跟他们的未来的前景 还有希望借由知海 然后进而爱海而亲海 达到我们海洋教育最主要的目标 这次的那个营对我认识到很多关于海洋的职业 然后呢今天的超船模拟机 让我知道要当船长不简单 还有参访海大水生动物中心认识个高经济价值的鱼种 聚焦在海洋直探 并针对其中海运产业中的各项职业属性 进行深度的探讨 读大学的话我就会试那个超船模拟机 这个活动里面刚好有借这个机会来体验 我们现在这条船要进港了 为打开认识海洋运输职业的大门 开启孩子们对海洋的关爱与保护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迈入第四年的机优杯海上吸尘器竞赛 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登场 吸引了超过200多位师生热情参与 考验学生的科技思考力 创造力 问题解决能力 及合作力的机优杯海上吸尘器竞赛 吸引了超过200位师生热情参与 颁奖典礼上热闹非凡 高中 国中及国小组最大奖 分别由西美式安康高中 基隆士信义国中 以及基隆士杠西国小报回 筹备了四个月的时间 然后途中失败了两次 然后最后今天很高兴 可以在这里获得冠军 参赛选手除了需要自行组装 动力零件及操控船体之外 同时需要发挥创意思考 如何才能打捞最多的漂浮废弃物 我们看到孩子们的努力 结果不是重点 重点是过程 各项不同的任务都在考验 学生们随机应变的能力 能够让我们现在的孩子 透过活动的设计规划之后 能够学习更多 最重要的是爱这片的土地 然后对于地球的永续 我们尽更多的能量 透过竞赛 孩子们运用科技素养 修复海洋环境 共同创造海洋永续发展的未来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难得一见的黄带鱼 有潜水客在深澳海域 遇到俗称地震鱼的黄带鱼 身长大约两米多 有专家指出 可能是在台湾拍到最大的 活体黄带鱼 海底世界五彩缤纷 潜水玩家又有在 新北深澳海域 不管是在珊瑚礁 鱼群 透过水底摄影 全都应收眼底 日前有潜水客 在海底下 竟然遇到体型庞大的鱼种 黄带鱼 拍摄靠近之后 发现说它好大一只 那是一只地震鱼 因为之前有看过类似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因为从来没有看过 这底下活生跟地震 而且其实它就在离岸边不远 大概只一公尺多而已 目测我觉得它体型庞 有两公尺以上 两公尺以上 那我们大概跟它 我们应该在旁边停留了 几分钟有吧 深澳海域一般我们要看到 活体很不容易 然后那一天 前有拍到的 他们而且还是要按浅出去就看到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 那目前你在网路上看到的资料 大概韩国拍过一次 日本拍过一次 可是韩国跟日本那个都比较小 台湾这只应该是最大的 而且昨天这只非常的特别 然后它身上还有两个洞 所以我们一般我们猜测 有可能是那种 我们所谓的达摩沙 在它身上可能咬了一个洞 所以刚好会有两个原洞 很特别 潜水客拍到的地震鱼 身长大约两米多 本名叫做黄带鱼 又被称为龙公使者 白龙王 由于数量稀少 长相奇特 属于深海的鱼类 最深可以生活在1200米的海底 身上没有鳞片 眼睛上方头部陡直 身体呈现银白色 最大体长可达7到8公尺 像我们海科馆的标报馆里面 我们也有收藏 可是活体真的非常难 当然有些教练 他们在晚上黑水的时候 会看到这种出奇鱼的小鱼 可是那只有小鱼 那大鱼应该是我们台湾 第一次能记录到这么大 而且是活的 所以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记录 专家表示 地震鱼通常是在 搁浅死亡才会被发现 很少有在 悠游在海底的影像 而日本韩国 都有拍过活体的地震鱼 但台湾这只可能是最大只的 说呼吁民众 不要干扰海洋生物 也再次见到台湾 海底的生态丰富 记者黄绍明 金融报道 再来是医疗消息 30多岁的宋先生 右手麻痛逐渐延伸到 左右手连脚都 变得迟钝了 不灵活导致走路摇摇晃晃 步伐不稳 卫福部基隆医院 神经医学中心内科 和外科医师 就联手问诊 进行手术治疗 让宋先生重获新生 部立基隆医院院长 林三琦副院长陈维达 以及神经内科医师 黄旭东和神经医学中心主任 也是神经外科医师 唐济高 分别送上蛋糕和鲜花 为原本颈椎狭载问题 手术成功的宋先生 庆生 但是三十多岁 正直壮年 从事电子业的宋先生 原本治疗前的走路方式 已经是拖着脚在走 然后那个时候 我的右脚已经 剖得很离谱 就是我觉得 我右半边都有点 轻度瘫痪 就是握筷子 都有点快抓不太住 然后脚 那个时候剖脚 就有点 都用脱的 宋先生在 步立基隆医院 记者会上现身说法 原本一开始 因为右手麻痛 不以为意 但是感觉 却逐渐延伸到 左右手脚 变得迟钝 不灵活 导致走路摇晃 步伐不稳 一度担心 觉得我是中风 然后就跟 跟黄医师讲说 我是中风 然后他说 不是 就先做一些检查 就是他有帮我验血 验尿 跟造 那个 持针造影这样 照完之后就 就是他是强烈建议 我要赶快转外科 去动手术这样子 对对对 他说这个 蛮严重 已经 即死了 已经急脱 急到已经水中 这样子 因为一直拖下去 直到警觉 担心自己是否 是中风瘫痪的征兆时 才在妈妈鼓励和陪同下 赶紧到基隆医院 神经内科 找黄虚东医生 问诊检查 所以其实在第一时间点 我做出来 我就知道这个病人 基本上不用做X光了 一定是要做MRI 我一定有扣 一定有脊髓的压迫 不管是肿瘤 或是其他的结构性 异常等等 所以先一起 一起帮他做下去 所以才在第二次回诊的时候 就是很顺利去找到原因 是在颈椎第四到第六节的 椎间盘突出 然后压迫到他的颈椎 那其实已经看到 有些压到一点 白质病变的状况 所以有点水中的状况 经过核磁共振 MRI以及电脑断层CT检查 证实病患宋先生 是颈椎狭窄的问题 并且建议开刀 由神经外科主任 糖济高实施手术治疗成功 术后第二天就可以下床行走 第十天顺利康复出院 手术后的恢复的话 以我的门诊几乎来说 大概两周 麻痛先慢慢改善 走路的部分 其实也慢慢改善中 一个月 大概麻痛改善八成 可以上楼梯 但是下楼梯 还是 肌力还是不太够 不太稳 到了两个月 麻痛感比较稳定 刚刚有提到说 碰到东西 这个刺激的感觉 比较能够忍受 术后这三个月 这个体重总共 大概减精了三十公斤 那伴随着这个体重的减轻 对于负担的降低 他这个活动也会比较 这个比较舒服 副院长陈维达提醒民众 如果有手脚麻痛 甚至是没有泌尿系统问题 却贫尿或是上大耗后 擦拭肛门周围没有感觉时 都有可能是颈椎或是脊椎的问题 需要尽快就医检查治疗 因为小便贫尿这件事情 发生在年轻男生是很奇怪的 除非你是泌尿到感染或结石 会有可能有贫尿 但是他通常会有着热感 感染的症状 他都没有 你都没有 他纯粹就是贫尿 所以这个 这个解小便的这个症状 也是一个线索 刚才神经内科的旭东医师 也有提到 部立基隆医院院长林三琦表示 神经内外科充分合作 为宋先生颈椎狭窄问题 成功手术治疗 显现基隆医院神经医学中心团队 能够及时为基隆乡亲的健康把关 解决问题 那我们也在研议 我们未来 也就是说 我们让民众 可以很顺利的就得到服务 在当天 配合他们的诊 神经内科当天就有神经外科 因为民众常常不知道说 我到底要找神经内科还是神经外科 那都没有关系 都可以 那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上的安排 我们可以为我们基隆的市民做更好的服务 而神经内外科两位医生也表示 正值青壮年的宋先生会有颈椎狭窄的问题 推估可能是因为工作关系姿势不良 再加上体重过重导致 因此治疗期间 宋先生在妈妈鼓励下 也凭着自己的毅力 成功减重30公斤左右 连带让原本过重 也有代谢症候群问题的宋先生各项指数 也恢复正常标准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能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能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忍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请坐 叫什么名字啊 小不点 有哪里不舒服吗 奶奶虽然打牛干一面 嘿 不要怕 姐妹点不怕 我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啊 陈时中 我也要打流感疫苗 你也是大人 你要打疫苗哦 对啊 打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 都应该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的健康 快打流感疫苗 快健康哦 好 大家好 我是水美琳 一百凶八年就 高丽所在靠边教 和高丽病断新步期间 从一百凶九年一月催一开始 到一百凶九年二月催公围剂 靠谷他无人 救护高丽所在 开你的靠边教到高丽病断 可以透过望楼方式 办理病断新步 没收时间空间的犯罪 这件过的小团成功 就完成新步停书 信息更方便 大家会记得到 下载进步电阻新步 教税博物网站 下载过来 索地病断铸料 新步系统软体哦 有人在吗 救命啊 你好 我是主席中厨的风扎丸 政府透过 十九月令日出院 丢队中压 酒业和四业的总控 来做市政金固 我是风扎丸 请几次令日出院雕渣